哈囉大家好 我是懶貓 這一次崩壞星窮鐵道出大絕招了 2.0的這一個前瞻資訊量超級爆炸 內容超級的多 福利超級的好 這支影片就要帶各位來一起看看這一次鐵道2.0的前瞻內容 以及所有東西的這一個懶人包 帶大家一次了解 這一次皮諾康尼到底帶給了一些我們什麼東西 還有所有的福利到底有哪些東西 好 前瞻一開始要跟各位講的是鐵道沒有1.7版本 沒有1.8版本 沒有1.9版本 直接在2月6號就要上這一個2.0版本了 那鐵道這一次呢 在一開始就是用一種充滿歡快的一個 爵士風格的不眠職業的OP 帶我們一次進入到這個皮諾康尼的世界 可以看得出來呢 那皮諾康尼的所有事情呢 劇情呢 都圍繞在一個叫做白日夢酒店的一個地方 它是一個夢境 好 在這邊呢 皮諾康尼呢 是一個公司所掌管的這個地區 它原本是監獄 但如果你到了白日夢酒店裡面呢 去睡著 去進到這個夢境呢 你就會進到所有這些所謂叫做夢炮的一個地方 而且每一個夢炮呢都超級無敵瘋狂 寬快輕鬆歡樂的一個感覺 那也是一個銅鞋所管理的一個區域 那沒意外的話呢 開拓者呢應該就要獲得我們這個銅鞋的這個命徒了 那這些呢 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呢 到底是有什麼可以白嫖的這些優惠 這才是最重要的 好那在這個優惠開始之前呢 先跟各位講一下呢 如果大家對這個星球鐵道有興趣的話 可以加入我們這一個LINE區 我也會把這一個連結呢 貼在我們這一個簡介處 那也可以加入我們這個Discord 一起來討論這一個星球鐵道 好 首先呢 當然就是我們這一個兌換碼 那兌換碼呢 它的結束時間呢 是比較長一點點 到禮拜六的晚上12點 那1月27號的11點59分就要過期了 所以還有時間 你趕快輸入 再來呢 當然就是這一個我們慣例的 登入就送十連抽 這一次呢 是由這個黑天鵝作證 登入就送這個十連抽 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不夠 這一次呢 登入再送十連抽 也就是總共送了20張這一個專票 而且呢 活動還會送你四星自選 至於是哪幾隻四星自選呢 我們待會就來聊一下 到底是哪幾隻喔 好 首先呢 我們來講講我們的新角色 也就是我的新老婆 我們黑天鵝跟花火 黑天鵝跟花火 那新角色黑天鵝的話呢 它是這一個風屬性的虛無命徒 它是記憶的使徒 也是劉光逸廷的這個議者 他會用他的塔羅牌進行這個戰鬥 他在普攻戰技的時候呢 都有機會對敵人施展這個命運卡 叫奧基 你可以視為一種特殊的持續傷害 且層數可以疊加 在前瞻中呢 我們得知奧基可以靠隊友來疊成 製作組也直說啦 黑天鵝就是適配持續傷害的這個隊伍 不出意外 就是卡布卡這個好隊友了 那可以疊成的持續傷害呢 沒意外能夠補上很多持續傷害的輸出量 而卡布卡又能夠在不清空乘數情況之下 提前引爆 所以喜愛卡布卡這個玩家們呢 就可以才期待一下我們這個黑天鵝啦 重點是呢 他身材啊非常的這個傲人好不好 那這一次呢 其實我最喜歡的喔 其實不是我們的這個黑天鵝 我最喜歡的呢 反而是我們的花火小姐姐 哇我超愛 花火呢 是量子屬性 銅鞋命徒 關於的使徒 又是一個樂子人 他甚至在一開始介紹的時候呢 就直接給我們來一個這個Rig Roll 那花火在隊伍中呢 隊伍的戰績點呢 上限看起來是會增加到兩點 也就是總共可以到達7點 而花火在施展終結季的時候呢 還可以恢復兩點這個終結 這個戰績點喔 不清楚呢 星魂還會不會再增加上限 但可以確定的是 如果你是一些很缺點數的這個組合 就可以適配這個花火了 那花火呢 還可以在隊友施放這個戰績點 消耗戰績點的時候呢 去提高這一個傷害 而且呢 花火這個戰績呢 還有這一個拉條的這一個能力喔 那雖然不是像這個布羅尼亞一樣 直接拉100% 但這個角色呢 有回戰績點的能力 有增傷又有拉條 可以說是非常強大的補助角色喔 很不意外的話呢 不意外的話應該會是量子屬性的 這個艦隊的最後一塊拼圖喔 那如果有一些高耗填需求的這個隊伍呢 可以好好的去關注這一個花火的適配程度啦 那我的話呢 我是一定會把花火給抽滿 抽滿呢 是6加5 不是6加6 再度跟各位講一下喔 好 再來呢 下一位呢 是我們這一個米莎 那米莎呢 是冰屬性毀滅命途 他是白日夢酒店的這個門童喔 那 注意 男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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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呢用拖把進行戰鬥 在前瞻呢 我們只能得知呢 他在實戰中 隊伍招號戰技點越多 他的終界技就越搶的一個角色 而米莎呢 能夠製造一個實停的領域 爪哇塗道 追著你跑的這一個敵人呢 只要進到這一個領域裡面 就會被暫停 應該是用來防止像是次元鋪滿逃跑的一個 這一個能力喔 好 再來的話呢 我們的這一次的復刻角色呢 分別是我們這一個隱樂 在上半池的部分呢 我們會有這一個隱樂 下半池呢 則是我們的這一個警員了 大家還以為這個復刻裡面沒有警員 不過他還是來了好不好 那卡池的部分呢 上半就沒意外啦 就是我們這一個黑天鵝跟這一個隱樂 那光追的部分呢也是這樣子 那旁邊的話呢 則是帶著米莎跟我們的這一個 小櫃子以及這一個亭雲 那下半的部分呢 則是有這一個桑柏花火警員 然後以及我們的這旁邊陪跑的這些四星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好卡池部分介紹完以後呢 接下來就是儀器 儀器的這一個部分 不好意思圖有點太大 儀器的部分第一個儀器呢 是死水深淺的先驅 那這一個呢 目前沒有詳細的資料 只有說能對有負面狀態的敵人 造成更高的傷害喔 那現在幾乎所有的隊伍都會有 上負面狀態的一個效果 在敵人身上 所以究竟具體的這個能力呢 多適配 那它適不適合這個卡布卡隊伍呢 可能就要再看看囉 再來呢 這個則是新的這一個儀器呢 叫做機心戲夢的這個鐘錶匠 它的效果呢 是能夠提高隊伍的急迫特攻的一個套裝喔 或許又是我們的這一個軟眉的這個 吃香喝辣的這個時間了 好 儀器的部分講完以後 再來是新的這個場景 首先新的這個場景呢 第一個最重要的這個夢炮呢 叫做黃金的這個時刻 這個夢炮呢也蠻有趣的 好我們可以來看看它的這個畫面 就它這個呢 它這個是在講說這個 我們入睡以後啊 我們就會來到這個夢炮 而我們開拓者呢 第一個就會到一個 就是叫做黃金的時刻的這個夢炮 好 那再來呢 就是呢 在這一次場景裡面呢 當然就不只有這個 黃金的這個夢炮了 它還有很多其他的一個東西 好 其中呢 就有我們的白日夢酒店 有分成現實的版本 以及夢境的這一個版本 那另外呢 還有竹夢邊境 竹夢邊境這個東西講的還蠻特別的 它說裡面會有竹夢師 就有點類似全面啟動的一個概念 夢境裡面會有竹夢師這樣的一個存在 然後還有一個叫做制止之夢 制止之夢的話呢 在這個制止之夢裡面呢 你會有一些特殊的能力 可以飛眼走壁 好像這個感覺 就你可以使用這個R的這個技能呢 你就可以飛眼走壁直接跨過去 有沒有更像這個全面啟動的這個感覺 好 再來呢 就是有新的這個敵人 畢竟到了皮諾康尼文 不可能還是打原本的那一套敵人嘛 那敵人的部分呢 都很歡快 有這個星星啦 然後上面它會有帶一大堆可樂 跟我們的王夏一統 聽說這個王夏一統呢 沒有弱點 它弱點就是我們的這個主人公 而且它非常的帥氣 那其他的部分呢 像這個電視機呢 就是如果它是笑臉 它會幫你上BUB 如果被它打 你打到它的話呢 那它就會變成生氣 那生氣的話 它就會打你了 像這樣的一個存在 那 再來呢 就是我們有兩個新的王 一個是我們的星河獵手薩姆 以及我們這個 和物朝向死亡的一個 異域民音 沒意味的話 薩姆可能會是周本王 那異域民音的話 可能就是這一個 平常耗體力的這個王了 那我們先來看看 這一個異域民音死亡 它的部分呢 長得像這個樣子 它呢 底下有總共六個眼睛 那它是分層 總共三層這樣子亮起來的 如果亮到第三層的話 它就會強制把你一個角色 直接打死 那打死以後呢 它會把他的靈魂 穿進到他的旁邊 有點像那個 史瓦羅這樣抓著 那如果你把他抓著的手 給打爆的話呢 你的隊友就會回去你那一邊了 那薩姆的部分呢 哇 那就特別的帥了 來看一下薩姆 他呢跟我們交戰的時候呢 他會燃燒自己的這個生命 燒自己的生命 並且讓整個範圍呢 變成這個火屬性的這個傷害 非常非常非常的帥喔 我們這一個薩姆先生 那前瞬裡面也有暗示到 他或許在未來呢 會進到我們的隊伍裡面喔 好 然後再來呢 就是新的這個光追 在商店裡面呢 可以去做兌換 會有新的這個光追 每個命徒都會有 非常棒的一個四星光追 具體的效果的話呢 後續可能才會講喔 好 再來呢 當然就是我們期待已久的 新主線 新的開拓任務呢 就是長日入夜行 一定就是要告訴我們 這個平諾康尼相關的一些消息 那同行任務的部分呢 是假面雙人舞 黑天鵝跟這個花火 看起來都在這個同行任務裡面 會出現 好 新的活動呢 那是哈努兄弟 這一個 回 哈努兄弟這一個越獄祭喔 那這一個越獄祭呢 也蠻有趣的 他呢 會這一個 我們要把自己變成 這一個人肉彈珠雞啊 去玩 然後 我們還要操縱這一個 哈努等等之類的去玩 那在這一個活動裡面呢 如果你打過關的話呢 就是他會送這一個四星喔 那四星的部分有 桂乃芬啊 桑伯啊 艾斯達以及 玉空可以去做這一個選擇 如果你的桑伯爾快要六命的話 然後又想要組這個卡布卡 隊伍的話也可以考慮 那大多數呢 可能還是會選擇 像玉空或是桂乃芬這樣的一個組合 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再來呢 其他的打怪活動有這個竹夢 跟有點類似原神的立本 應該是拿垃圾去換這個 石頭的一個美食喔 那 電視台的話呢 也是類似打怪的一個活動 那全新的玩法的話呢 還會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玩法 第一個這一個鐘錶把戲呢 是你會跟NPC會有一些 NPC會有一些不同的情緒 可能有時候很Emo啊 等等之類的 你可以調整這些情緒 然後讓你的這一個 NPC呢 對你可能有好感 然後獲得一些獎勵 再來第二個 夢境護照就是比較偏向 是讓你去了解更多 比諾康尼的相關的事情 那竹夢搖眼的話 就是用視覺差的部分 幫你把本來接不上的路 給接上 那樣的感覺 竹夢拼圖的話呢 就是其中的一些玩法 那夢客漫步的話呢 也是屬於就是剛剛我們說 可以走牆壁的這些玩法 好 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前瞻呢 我們2.0的一些新的消息 那還有一件事情要跟各位講 就是2.0的這一個版本呢 持續時間會比較長 以往的版本呢 都是42天 2.0的這一個版本呢 會持續到3月27號 長達7週 那3月27號以後呢 應該沒意外 就是2.1的版本 也是週年的這一個版本喔 那目前釋出的消息呢 是黃泉 就會落地了 那到時候大家就可以看看 那到時候呢 相關的這些消息呢 我們也會第一時間 更新在頻道上 以及黑天鵝呢 究竟的表現如何呢 在2月6號以後呢 我們就會立刻進行這個抽卡 以及攻略這個影片 有興趣的話呢 都能來看我的實況 那也可以在YT等我們的新影片了 好!以上呢 2.0的這個前瞻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希望大家能夠靠這個懶人包呢 趕快把這個兌換碼給輸入進去 也可以去期待一下這個 平諾康尼的這些新消息 那記得一定要去聽聽這個新的OP 有中文的 有英文的 一定要聽聽看 真的非常棒 好!我是懶包 我們下次見